年幼丧母不知父兄去向 秋梦华与年过六旬的外婆相依为命 八九岁的时候 邻居说服外婆将她送给一所寺庙 做小和尚减轻生活的压力 小和尚似乎很严 犯一点错就是打骂 在打骂教育下来教导我 还有两个师兄在欺负我 因为我那个时候比较矮小 而且身体又不失俗才 身体不好 所以师父他们都不喜欢我 养成了忍耐 吃苦的精神 后来两位师兄因为生活不检点 被逐出庙门 师父因为财务管理不善 气到跳河自尽 孟华和很照顾他的一位长辈 相依为命 日子眼看着就要越过越好了 这时候却来了人 说是离别十年之久的父亲 要他到上海市家中重聚 所以刚回到家 15岁都国小一年级 到18岁当兵我都到小学三年级 我小学这些都到三年级 在爸爸家没有感受到家庭温暖 孟华18岁时在路上看见七年从军的布告 就离家从军 民国38年到台湾从步兵连二等小兵做起 考上政战学院后 重新分发到海军陆战队 服满军官艺十年准于选择志愿退伍 在军中服务二十年又五个月 退伍下来以后我就去考国中老师 努力进修后通过真事 民国59年到台东县新港国中任教 任教第三年透过朋友的介绍 他与教育世家李贵凤女士结婚 婚后育有二子一女生活美满 因为我接了三个工作 校长看到我很负责任 我就把军人的本事 吃苦的精神都拿出来 所以我的表现非常好 所以校长欣赏我 所以叫我担任生训办的导师 教训组组组组组长 还有这个安慰秘书 学校安慰秘书 三个行政工作间 所以太累了 那么放学以后还要办公室去办公 都晚上七点钟回家吃饭 所以他看到在办公室里面 那个电灯都亮到 你一个人在那办公 浪费电了 就干脆给我一个小办公室 你一个人在那里 民国81年满60岁的时候 孟华因为积劳成疾 学校报请准与重病 志愿退休 在家人的陪伴下 孟华的退休生活 道也怡然自得 偶尔写写文章 于刊物及报章之中发表 太太过世后 儿女们不放心她独居 所以孟华住进了马兰荣家安养 感念荣民们牺牲奉献 一生为国的精神 她花了一年多的时间作词 民国105年 邀请台东大学 与与丰荣国小学生 唱出中华农民之歌 我觉得我们这一代的农民 牺牲太多 对国家有奉献 但是到时候都往生了 没有留个纪念 把我们这一代都忘掉 所以我要写这条歌 留个纪念 你看后人 想到我们这一代的农民的奉献 对国家的奉献 牺牲 邱孟华的人生禁欲曲折 难以预料 回首前程 令她百感交集 台东所在综合报道 以其他为国家安定 不将期盼台湾 幸福安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